我們大概重點了解一下 大家這個問卷結果 哪個部分最多 是不是有上過快速課程 看起來好像最多的是有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班的同學 其實基本上都還蠻認真的 上過之後還要繼續上 為什麼上還要再上 然後其他老師上的不好 反正呢 不同老師教法完全不一樣 跟各位講 我上的東西跟課本寫的 跟書上寫的完全不太一樣 我有我自己一套方法 的寫程式方法 因為寫程式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要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真的不要完全都跟別一樣 不然的話呢 你會變成說 你要用別的思維去思考 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你又不是別人 你怎麼知道問題要怎麼解決 所以你可以很直覺的 像我就用直覺的方法 去想這個程式該怎麼寫 那是我的邏輯寫出來 所以我程式一看 就很清楚 那如果我用別人的程式來上課 怎麼上都怎麼不順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理解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所以有的時候你們 即便看我的程式之後 以後如果你要改成你習慣的寫法 也沒有關係 因為程式我覺得好處是 它的寫法真的可以有多樣性 所以最麻煩的地方 每個人寫出來都不一樣 10個人有10種寫法 所以你去買10本書 Python的書回來看 你會看10本寫的都不太一樣 當然有一些固定的啦 可是它有很多地方 其實是可以做變化 是沒有關係的 OK 那當然我這個課程 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辦公室裡面 常會用到Excel 會用到VBA 所以我可以交VBA 我希望說兩者這樣是可以 延伸性的 可以協同應用 也就是不是互相誰取代誰 而是說 你假設遇到 你用到Excel比較多的 也許你用VBA來寫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地方觀念是一樣的 只是換一個環境 所以我可能會在某些程式解釋的時候 順便會講一下VBA 但是我的預設是說 你已經學過VBA 我再告訴你VBA的部分 不是說從基礎講 第二個比較多的部分是什麼 完全沒有 但是有自學 我們這一班真的認真 七成的同學 其實都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25%是完全沒有 但會其他語言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認真的 基本上都已經有一定程度 那完全沒有的話就一個 所以如果你是那一個的話 你要有心理準備 其他人都很認真 所以你要比別人更認真 也就是你下課 可能要花更多時間複習 不然的話你應該會比較 理解上會比較稍微弱一點 不過到底沒關係 我覺得 不管說你前面有沒有學過其他的東西 你今天上我的課 你盡量還是用我的方式去學習吧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大家看一下 你的那個電腦程度都在哪裡 大家看一下 65%大概進階 所以大部分同學應該都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等一下上課的話 也許有一些太細的東西 我就不講了 OK 因為我理論上 就把它當成是有一定的基本程度 那如果你還是會有些不知道的地方 沒關係你可以問 絕對是允許的 OK 你不要說 怕丟臉或怎麼樣 沒關係 你隨時可以發問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可以討論的 那假如說你是高階有三個同學的話 沒關係 假設的 因為我有很多其他的範例 你也可以試做看看 有問題 延伸性也可以再把問題提出來 另外的話 有20% 就四位同學入門 那可能這四位同學 也許底子沒那麼好 沒關係 你回去再做花時間 OK 所以這個是必要的 這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基本上 因為我在圓端上面 有完整的教材 另外的話 我上課也會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你課後 可以花很多時間 自己再去做練習 OK 那希望上課可以拿多為主 大部分同學是希望 VBA重量函數到Python 這兩者之間的管理性 這所以我看後面的話 我可以多花一些 還有奇怪 大家好像對於那個Python 怎麼樣處理Cell 這部分還蠻感興趣的 後面其實我們會講到 蠻多這部分的東西 那理論上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用這個 所謂的CSV CSV檔的好處就是說 它Excel直接可以打開 而且它是一個純文字檔 但是如果說你要去開啟 或者是編輯 匯入會出Excel的話 在那個Python 你可能要額外再增加 要 import一個這個模組 就是Pandas OK 那它也還好 不過這個部分當然又稍微又更 進階一點點 所以這部分我想後面如果時間 我們再來講這部分 如何針對Excel的部分 來做一些處理 然後 第三個就是 它好像對那個網路爬蠻感興趣 不過跟各位講 你要學習爬蠻之前 前面的基礎請各位一定要學好 包含就是說前面的如何 這個建立一個變數 然後變數的資料型態 還有做一些邏輯判斷 加上回圈 還有所謂的檔案的處理 或者是資料庫 這些都一定要先把它學好 尤其是有一個資料型態非常重要 叫做List 就串列 因為如果你那個List 學不好的話 你要這個學爬蠻 那就會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抓到的資料 沒地方放 這個List 那你想說List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人家Excel Excel裡面不是會有儲存格嗎? 那一個欄其實就是一個List 大概概念 差別就是說 一個Excel好處是看得到 但是在Python的List 是看不到 它放哪裡? 它放記憶體裡面 OK 所以Excel有時候好處就是看得到 視覺化 OK 所以學起來當然相對會比 學Python來的簡單一些些 OK 那兩指間其實可以互通的 好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大家對於 好像大家對於後面的部分比較有興趣 就是如果資料 比如說我要視覺化或圖像化的話 大家就畫圖 簡單畫個折線圖 至少資料往上還是往下 好像最近 因為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 所以我看那個 最近的美金 好像爬樓梯一直往上 人民幣也一直往上 對不對? 畫個折線圖馬上知道 可是如果你給你一些數據 你看了都很頭痛 那諸如此類的 如果說你要畫個折線圖 畫個直條圖 畫個圓形圖 馬上資料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畫 不過當然這個地方也需要套件 也是算是額外要安裝的 也相對是屬於比較進階的 所以後面我們看有沒有時間 如果有我們就把這個加進來 而且後面可以再多講一些關Pandas 像剛剛講 處理Excel 或者是說 那個圖像畫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還蠻像什麼 像Pandas有點像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所有分析表大家應該都用過吧 只是說 所有分析表好處是 可以用滑鼠 有沒有 拖拉就出現 但是Pandas 變成每一個地方 都要寫程式 OK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 以前用滑鼠 拖拉的結果 改成用程式來表達的話 那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會不會比較困難 對 當然是會比較困難 不過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用蘇紐跟妳講 你下一次要再拉一遍 但是呢 你用Pandas 程式寫一次就OK了 下次自動完成了 對 相對比起來的話 好像程式會快很多 對 沒錯 所以啦 其實程式主要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圖法鏈鋼 你不需要每次都做一次 雖然說 視覺化工具很方便 像Excel 大家都很喜歡用 可是問題 你今天用 明天要用 後天要用 一直要每天做同樣的事情 你不累嗎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做一次 就一勞永逸了 哇 真是太棒了 解決方案就兩個 VBA跟Python OK 所以你把VBA跟Python 學好的話 以前呢 你每天都要重複做的事情 就把它寫成程式就對了 OK 至於要怎麼做 比較沒問題 那恐怕就是看怎麼搭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用Python也可以完成 你用VBA也可以完成 但是哪個地方做會比較適合 可能你就要斟酌一下 像我常講 如果你實際上就已經在Excel的話 你剛才寫VBA算了 你不要沒事 還要在另外外部的工具 然後還要把它匯入匯出 那不是很麻煩嗎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大量的檔案 都是在外部CSV的話 你用Python來處理 可能會相對會比VBA來的 OK 所以這個有時候 可能還是要試 實際上的狀況而定 好 那為什麼要來上這門課 反正其實看得出來 有剛剛的那個 大家其實都還蠻認真的 所以這一班 我是覺得 大家應該都是屬於認真型的 所以害得我 可能上課要更認真一點 也不是說我平常都不認真 只是說我可能認真的成績 會因為同學的程度 而有一些調整 OK 因為之前有些班 曾經有遇過那個 三分之二的同學 是完全沒學過任何東西 連Excel都不太行的 就來上Python 所以怎麼辦 那我剛講完 講完一個地方 我發現大家每個都是黑人問號 可是我還有進度要講 怎麼辦 也不能上太快 也不能上太慢 這是很兩難的事情 OK 所以看到這樣 大家其實蠻認真的話 那我可以稍微調整一下進度 OK 那我們就第一個 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第二個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大概這些東西 所以後面剛剛有提過 比如包含就是 所以第一個今天的進度 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把那個Python的環境建立起來 跟各位講 可以寫Python的環境 至少10宗以上 因為它是自由軟體 什麼叫自由軟體 就是它 其實自由軟體是免費的 其實理論上你是不用花費用的 它不會跟你收費 但是也有個缺點 因為它不跟你收費 就好像說你自助餐 你要自己動手 你要自己去夾菜 秤重 端盤子 回收 這些都你要自己來 因為它沒有跟你收服務費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個認知 自由軟體的好處是 它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但如果你要商業用途 你要授權 這是必要的 不過大部分好像商業用途 你到底會不會授權 好像也 看起來狀況 所以它跟商業軟體 最大的區別就是 商業軟體是有收費的 所以它保證應該都幫你包裝到好 像你使用Excel 應該理論上沒有什麼問題 打開 如果你要寫VBA程式 裡面就有了 有沒有 開發環境按一下 就可以寫程式了 但是Python不是 Python是free的 什麼叫free的 什麼都可以 至少十種以上的環境 像什麼 現在蠻多的 像Pytron Escape 像我們用的像Spider 等等等等 一堆都可以寫Python 所以這也是麻煩的地方 因為我不可能說每個環境都介紹 所以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是要開始寫程式 所以後來我發現有個最簡單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想要知道那麼多 都想要知道一個懶人包 什麼叫懶人包 就是你下載解壓縮 打開點兩下就可以執行 後來我發現 這果然是好辦法 因為以前我講了一大堆 最後同學都不記得 只希望說老師你乾脆給我 你弄好的東西就好了 其他那些好像不是太重要 不然的話 每天都在弄安裝環境 到一個地方又再安裝一次 安裝的時候又發現很多的問題 然後要設定這個設定那個 我後來發現算了 而且大家同學最後都記不起來 所以待會我會跟各位講 有一個所謂的懶人包的東西 那這個懶人包 就是在剛剛那個網址裡面 然後你只要把它下載解壓縮 再找到我們要執行的那個編輯器的位置 執行起來 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OK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不然的話我說真的 那個光要了解那個環境的問題 恐怕就太浪費時間了 主要我們是要幹嘛 我們主要是要學習Python程式拿來 用在我們工作上解決問題 而不是去了解還有哪些開發環境 開發環境那麼多要幹嘛 OK 所以自由軟體也是個麻煩的地方 因為自由軟體太自由了 而且不跟你收費 我倒還是希望你幫我 你收個費用好了 以後的話有問題我找你就可以了 那沒有啊 你要找誰 你這邊要付錢 你也不知道付錢給誰 所以你學自由軟體還有一個心態 就是將來有問題 沒有人可以找 比如說Excel有問題 你找微軟吧 微軟公司有電話吧 對不對 你寫mail也可以吧 找到窗口吧 但是Python有問題 你找誰 有Bug的時候 OK 這有問題 我跟各位講喔 真的還是真的有問題 尤其是最新的版本 剛release出來就有Bug 我常常遇到 所以我後來學乖了 我最新的版本 我一律 先暫時等到大家測試沒問題 我再來用 不然的話 你等於是人家履歷出來的版本 你要試 你變成白老鼠 然後你還要幫人家測試 還要把你測試的心得 然後再回饋給別人 所以我們還要那麼多時間 而且我們雖然有時間 我們也不想要做那麼多的事情 OK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說 可以先把環境先建置起來 那第二個的話 了解一下基本的語法 包含就是說 怎麼樣去產生變數 然後變數裡面有哪些基本的資料型態 什麼叫資料 不外乎就是放什麼東西 放文字呢 還是放數字呢 還是數字裡面有沒有小數點呢 OK 大概諸如此類的 那很重要 形態如果搞錯的話 程式就發生錯誤 而且很多同學 對於資料型態比較沒有概念 像文字跟數字 比如說像數字 數字外面如果有雙語號的話 它是一個文字 它就不是數字 它就不是數字 所以兩者 數字跟文字就不相等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再來就是結構控制 所以今天我們目標 大概主要就是這兩個重點 然後面的話 我們會逐一逐一的再來跟各位講 所以這個細節也許你們再看一下進度 然後接下來的話 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其實我很簡單 你只要Google 吳老師 本來是排第一的 我最近好像排在第二第三個 為什麼 因為前面還有一個吳老師 比我厲害 但是他不是教程式 他是教麻將的 所以你們Google 吳老師 本來我是排在第一個 結果他教麻將的好像客群比我還多 我發現好像大家都 連我都很想要去跟他學麻將 OK 反正你們可以找 我有個教學部落格 上面的話就是我的東西 然後 為什麼要學程式 其實這也是一個基本觀念 因為未來都跟程式有關係 包含什麼呢 AI 有沒有 大數據 Big Data OK 然後雲專 一些3D辨識 人臉辨識 電動車 Fintech 有沒有 數位金融 所以ABCDF 這些東西其實 好像都必須要懂一點程式 如果不懂一點程式的話 你要處理還真的有問題 有沒有 AI最多就用Python來寫 所以很多 但不是只能用Python 可是很多人就是會用Python來處理 那大數據的話不用講了 因為資料量只會變多 不會變少 而且變動的速度太快了 形態也一大堆 那如果說你用以前的方法的話 真的是 人工你要把它處理完 可以啦 但是你可能要不斷加班 而且每天都要再來一次 所以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要一勞永逸的話 來把程式寫出來 就搞定了 OK 所以有時候 常常我會想 如果每個人都會寫程式的話 這個企業不得了了 效率整個暴衝 有沒有 每個人都閒閒的 事情都做完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從學過的學生都跟我講說 老師我覺得上完的課有個好處 我們上班都變得很清閒 都變得很愜意 因為事情都做完了 但是不能讓老闆知道是真的 老闆老闆會一直跟你加工作 OK 所以其實當然 有一些方法改變 可能在工作效率上面會 也不斷的提升 那這些相關的簡歷啦 那因為我 城市開發的經驗其實已經超過 應該有30年了吧 然後教學經驗的話 超過20年了 城市教學的經驗 然後其他的話 目前除了擔任這個 顧問系職的工作之外 也在學校擔任教職 OK 那其實很多也是無心插流 因為我習慣分享 那分享之後呢 就有很多的學校邀請我說 欸老師你那個網路上很多東西耶 我們看一看好像你適合教這個課 你可不可以來我們學校教課 所以像台師大就是 他那個系主任就找我 老師你可不可以來 剛好我也是台師大畢業的 我想說母校邀約 我就 意不容辭 我就回去幫忙開個課 那目前的話 很多其實都跟VBA 好像需求都還蠻大的 OK 諸如此類的 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當然也拿了一些獎項 不過這個只是錦上添花的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呢 先幫我確認一件事 就是呢 到雲端上面 看一下 01的地方 安裝環境 OK 就是下面那個網址 雲端網址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懶人包了 這邊的話 有個Python的384.zip 那其實如果你要使用它很簡單 就是把它下載之後 再解壓 請各位注意一下 理論上 因為你們的C碟底下應該有了 因為之前上課的同學 應該有下載過 所以如果已經有了 你就不用重複下載 在哪裡 各位可以找一下 在你們的C碟 確認一下 有沒有一個資料牆 叫做Python384 如果沒有 那你再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 請你把它怎麼樣 丟到C碟裡面 然後做解壓縮就可以了 解壓縮之後的話 一定是要一個資料夾 叫Python384 就點這個IP 解壓縮之後 變一個資料夾 如果有 那你就不用解壓縮 這樣比較多 不然的話 如果全部的同學都下載的話 可能網路會塞爆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今天要用的環境 很好找 有沒有看到這個 C碟記得 在我們的C碟底下 找一下有沒有 一個資料夾 叫做Python384 這一個 OK 沒有的請舉一下 找 沒有的 大家都沒有 OK 請放下 所以如果沒有 那沒有的話 不然我乾脆我們重來 所以待會 請各位 就是說 下載之後的話 Python384 有沒有 下載之後 把它先 如果在下載裡面好了 你就把它剪下來之後 假設 這個384 本來是在下載 假設 那你請你把它怎麼樣 把它 移到 這個C碟底下 然後按右鍵 記得解壓說 致死就好了 你不要再解壓說 到 一個資料夾 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變成資料夾 裡面又多一層資料夾 你就解壓說 到就可以了 它解出來之後的話 OK 把它試一下 所以 待會請各位 如果沒有 不過我是比較擔心說 假如大家都去下載的話 很容易造成 塞車的問題 雖然它這個檔案只有 208Mbps 雖然不大 可是我不知道 你們等一下 下載看看好了 OK 那如果 嗯 比較慢的話 不然就讓它 看著吧 OK 那待會的話 記得把開成384 剪下來 移動到C碟 再按右鍵 解壓說致死 那 解出來之後的話 第二件事情 就是呢 把它開起來 那找到裡面有一個資料夾 叫做 Scribes 目前我還在解壓說 OK 我一樣把它重新解 所以按右鍵 解壓說致死 然後呢 找到資料夾中 裡面有一個叫Scribes 裡面 執行 我們的編輯器 叫做Spider 打開之後 就可以開始寫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方便的懶人包 好處就是說 你今天在這邊 下載解壓說 你回到家 下載解壓說 你到辦公室 下載解壓 它是免安裝的 所以好處我覺得還蠻OK的 因為200 200 208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隨身碟 以後呢 到一個地方 把它解出來 你就可以寫開心了 OK 所以我覺得這樣應該是 比較理想 不然的話 如果假設你用別的編輯器的話 光安裝就 不得了 像有一個叫Anaconda 安裝起來 最早版本要安裝三十幾GB 天啊 安裝起來 光下載就一大堆時間 安裝又一大堆時間 那裝好又要設定一大堆環境變數 天啊 你光要設定環境你就分到了 所以坊間的書籍 你們可以看第一張 就是在講開發環境 看了我覺得很多人就照著做 恐怕第一張就卡住了 OK 想說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這裡是這樣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就這個就好了 而且這個懶人包打開就OK了 我是覺得這樣蠻好的 但是呢 它有一些缺點就是說 這個懶人包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套件沒有安裝 不過沒關係 沒有的套件 我會教各位怎麼安裝 你就把那個套件 有點像外掛 再掛進來就好了 也沒那麼複雜 那Anaconda為什麼這麼大 因為它已經把它全部都掛進來了 掛進來我又用不到啊 我幹嘛裝這些東西 OK 包山包海 但我用不到你裝垃圾在我電腦裡面幹嘛 所以我這個懶人包 就是裝了需要的東西就好了 所以200 08 所以感覺就是還蠻剛好的 因為我的生活是這樣 我不希望讓我的生活變得很混亂 盡量簡單一點嘛 現在人不喜歡複雜 有沒有 所以 有些什麼東西 盡量能夠刪去就刪去嘛 生活就變得 好像很 相對愜意啦 OK 所以請各位 待會第一個 下載 解壓說到C碟 然後記得打開之後 找到一個叫Scripps的資料夾 裡面的話 執行我們需要那個程式 叫做Spyder 3.1SE 就這個東西 你就把它點兩下之後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錯誤 你就把它修正就可以了 那至於怎麼修正 我們待會再來看 就這個東西 但是它會出現這個錯誤了 怎麼修正我待會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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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